而且現在資訊的變化實在太大了 很多東西其實以前要死倍的 但是現在不用死倍了 我剛剛講過嘛像我去 去日本 有沒有 就說一個App 不一定一個App 很多App我其實就可以 跑完整個日本 以前可能語言會不通 但是Google有一個即時翻譯的App 就是Google翻譯 你可以直接講給他 你講中文 馬上幫你翻譯成日文 他講日文馬上幫你翻譯成中文 雖然中間多一個東西 但是呢 我今天我要去買東西 比如說去超市 我要找一個東西 又有人托我買東西 然後我就怎麼辦 我總不能 雞同鴨講 講英文他好像也聽不太懂 乾脆是這樣的 還可以溝通 我覺得很妙 以前的話可能沒辦法這樣子 現在突然就可以了 以前的話 比如說今天要搭車 我要 從大阪搭車到京都好了 怎麼辦糟糕 腦筋一片空白 以前要導遊幫我帶入 現在Google Map 一查 還連幾點幾分 有車 多少錢 幾點幾分 到達目的地 通通都有 好清楚 所以我就照著說 好棒 到京都 真的就 恩 不過我們因為 有一些細節 可能要看一下部落格 別人部落格 因為他有分 從那個大阪到京都 我是做那個JR線 然後他有分三種 一種是普通 一種是快速 一種是新快速 票價全部一樣 就是你今天做 他有點像火車 而且跟台鐵好像 我發現好像台鐵跟媳婦 就是 整個JR的那個鐵屋 移植過來 但是有點移植不太好 他這邊是 算是很典範的 應該 我想說 其實台鐵應該 好好派人去那邊 觀摩一下 三種票價 一樣 當然每個人都想要做新快速 新快速 我的想法是 自祥號 普幼馬號 如果跟普通車一樣的價錢 我當然做 普幼馬號 就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 都要戰 所以後來 我就觀察一下 心快速都要戰 我第一天是真的戰 戰過去戰回來 要半小時 後來我觀察一下 快速 我一看 快速沒有人 那多10分鐘 雖然票價一樣 可是我是做40分鐘 跟戰半個小時 那我乾脆就 做40分鐘 果真我第二天就學聰明 我就做了40分鐘 好舒服 還可以躺著 就到了目的地 多好 多愜意 所以我就知道 原來 有這些 當然 Google裡面 不會跟你講 但是 再來就是 你有 App的幫忙之外 你還要就是 要觀察 而且要 對 看大家 往哪個地方 人多的地方 就 不要去 好 就是 人太多了 你說真的 擠來擠去的 對不對 我沒有關係 我們是觀光客 我們又不是上班族 他們趕時間 我們不趕時間 OK OK 提外話 所以 這個 以前會有的問題 現在幾乎都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把它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 追 0 0 MOD 這個I 剛剛是沒跑到這一行 超過陣列 所以 可能我要把它停一下 我全部再把它改成LUN 好了 那這樣再跑一下 OK就OK 因為可能剛剛指不對 所以如果清楚的話 你會發現全部都把 裡面的 這邊 全部清楚的話 一樣 就把這些 For I 全部都把它清除 然後再來 全部再給它 Cubic Color 可是你會發現